日本311正灾即将建满十年 这一起超过一万八千人死亡和失踪的灾难 在很多牺牲者的家属心中依旧无法释怀 严守县的大锤艇 就有一座能够和过世亲友通话的风支电话亭 让许多人在倾诉之中复位伤痕 白色的小电话亭中放着笔记本跟黑色的老师拨盘电话 许多人一有空就会来这里拿起电话 打给在311过世的亲友倾诉现况 今年的3月11号是日本311正灾满十年的追悼日 因为地震引发的海啸 酿成超过一万八千人的死亡跟失踪 严守县大锤艇的南三路海边在海啸一年前 因为当地的园医师为了癌症过世的堂兄 建立了这座风支电话亭 让家属能够借着没有线的电话 让风带走对过世亲友的思念 并且找到倾诉跟抚慰伤痛的方式 当311发生正灾后 这里也成了在地民众想念死亡亲友的去处 有人思念过世的妻子 还有老奶奶带着即将要上国中的孙子 来这里跟过世的老伴爷爷说话 不少人都感觉仿佛真能听到过世亲人的声音 三一地震至今 去马县的福岗市 因为部分区域距离核电厂只有十公里 至今仍有百分之十二的地区 保持封锁无法居住 因此整个市区只有一成约一千六百 未民众搬回来居住 另外过去清除辐射污染图的黑色塑胶带 也还堆积在路边 让民众期盼尽快解决废弃的污土 才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本乡居住 国内新闻 陈正宏 兵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